他想买套贵点的戏服做新年礼物 可妻子看了看价格却说 你是不是疯了 这都快过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他还是想再争取一下 因为刚才女儿也买了双蛮贵的鞋子 然而妻子却让他赶紧把衣服脱下 并承诺等下可以买个蛋糕作为补偿 可这一次他不想再继续妥协 杰克已经受够了这样枯燥无味的人生 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就是照顾孩子遛狗 每晚睡不到六个小时 醒来又是重复的一天 妻子凯特表示很遗憾 没想到你对现在的生活如此的不满 接着杰克开始大道苦水 要不是你让我放弃梦想 我不但能有着大好的前程 甚至会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一番话把凯特说得莫名其妙 看曾经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不见了 凯特生气地说你要买就买吧 等一下把孩子的教育基金提出来吧 杰克气愤地脱掉西装 接受了妻子所说的一块蛋糕的补偿 回家的路上 车内的气氛异常的沉门 他们都各自想着心中的事情 而杰克也的的确却不是凯特的丈夫 因为早在13年前 作为初恋的两人刚刚大学毕业就各奔东西 杰克不顾凯特的挽留坚持要去冷敦实习 转眼来到了13年后 杰克已经成为了华尔街首区一指的金融经理 住着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繁华的顶级公寓 穿的全都是单独定制的昂贵西服 每晚都有不同的美女头怀送抱 每天都开限量版跑车上下班 这天她要准备一场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涉及金额高达1300多亿元 她打算用高达11位的奖金做自己的圣诞礼物 事业上是如此的成功 平安夜这天在公司加班到深夜后 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 她突然感觉有点空虚寂寞了 于是打算不开跑车走路回家 此时天上正在飘散着零星的雪花 杰克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家小店 没想到一个黑人小哥也紧随其后 小哥兴奋地拿着中奖的彩票想要对讲 然而店员却看都没看就说你彩票有问题 你肯定是用铅笔图改了上面的数字 并且还直接让他最好立刻滚出去 气愤的小哥直接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 眼看事情马上就要失控 杰克主动走了上去 他提出可以用200美元买下黑人的彩票 等下自己去对讲就可以赚个38人的差价 小哥看他如此的真诚便答应了下来 当两人完成交易后 杰克好心地劝为小哥 别拿个枪在街上到处逛 不然很容易让你会轻打场 也许是感受到了杰克的善良 小哥转身问杰克你需要点什么 杰克认为自己的钱能买到想要的一切 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缺 没想到小哥却回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然而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被搞得一头雾水的杰克也没有多想 回到自己的顶级公寓便躺在了床上 没想到一觉醒来却出现了异常 13年前的初恋竟趴在了自己的身上 本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还没有睡醒 接着两个孩子和一条狗也跳到了床上 并且孩子还一直喊杰克爸爸 这让本就一脸猛的杰克更加的猛 他慌里慌张地穿上衣裳跑下楼 开上家里的面包车便直奔纽约 来到自己顶级公寓的楼下 却被每天都跟自己打招呼的保安拦住了 就连每天都跟他打情骂俏的邻居也不认识他了 保安让他赶紧离开否则就立马报警 邻居也说需要帮助的话 我可以帮你联系收容所 这让本就一头雾水的杰克顿时火冒三丈 然而保安仍然坚决不让他上楼 被逼无奈之下杰克打算先到公司看看 没想到他又被公司大楼的保安拦了下来 杰克声称是这里的总经理 还让保安好好看看牌子上自己的名字 没想到这里的总经理竟变成了自己的下属 杰克万分惊恐地跑出了大楼 刚来到街上差点被一辆号车撞上 杰克定睛一看这不就是自己的炮车吗 竟被昨天晚上的黑人小哥开上了 他质问小哥这到底是怎么了 小哥再次告诉他这都是你自找的 因为你说你什么都不缺 为了表示对你昨天晚上挺身而出的感谢 我们打算送给你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 这是你在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自己的生活 至于体验多长时间结束完全看你自己的感悟 说完小哥给了他一个自行车铃铛 还没等杰克搞清楚怎么回事 小哥便以脚油门扬长而去 只留下猛逼的杰克一脸的猛逼 无处可去的杰克打算先开车回家再说 然而对路况不熟的他却找不到家了 他只好停车靠边温路 没想到却问到了自己在小镇的好友 好友把他带进了房间 墙上还有两人的照片 通过好友的描述得知 凯特是自己的妻子 两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他们有着四十两位的房子 过着小镇上人人羡慕的日子 不明所以的杰克只能先尝试着接受再说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这个所谓的家 刚一进门凯特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抱怨地说 你一大早上不打招呼就消失了好几个小时 我在家里都快要担心死了 为了找你我联系了所有好友甚至还报了警 杰克也很想搞清楚这一切事情 自己明明没有结婚也不住在这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他拿出了小哥送给他的自行车铃铛 小哥没有出现 女儿却被吸引了过来 凯特不想再跟他计较这些 只希望他赶紧去换衣裳 因为好友家的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 打开衣橱却让杰克直皱眉头 因为这里却都是些廉价面料的地摊货 就连女儿看到也被他吓得转身就跑 整个派对上杰克都显得格格不入 有个穿着艳丽的女人主动和他打招呼 也正是在派对上 杰克才知道凯特是个免费的公衣律师 好不容易等派对结束回到家仪式深夜 杰克又被凯特要求出去溜狗 没办法他也不得不牵上狗照做 等溜狗回来凯特都已经睡着了 看着妻子给准备的廉价的睡衣 困得不醒的杰克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此日一早一摸床头没人 杰克以为回到了之前露出了一脸欣慰的笑 然而很快孩子的哭声又把他拉回了现实 不知如何是好的杰克去找妻子 没想到妻子正在浴室内随着音乐疯狂摇摆 凯特告诉杰克今天该你照顾孩子了 从未照顾过孩子的杰克被搞得抓耳挠塞 一块尿不湿就差点把他给整吐了 好在边上有女儿的指导 他才手忙脚乱地操作了起来 看着他十分生疏地操作 女儿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不是我的父亲吗 面对童真的孩子杰克只好坦然成人 我确实不是你的爸爸 我来这只是体验一下 不过你们的爸爸肯定很快就回来的 女儿摸了摸他的脸 捏了捏他的鼻子说 没想到外星人做得还挺逼真的 希望你不要绑架我和弟弟 杰克答应了 然后女儿一脸认真的说 欢迎来我们 在女儿的指引下 杰克先把儿子送去了托儿所 然后又把女儿送去了东丁营 最后来到了女儿口中上班的地方 原来他在小镇集成了老丈人的轮胎店 本来想着自己大小 好歹也是个老板 可看着账本上那满满的赤字 他顿时又犯了难 面对如此的生活状况 他真搞不懂照片上的杰克 为什么还削得那么开心 墙上的证书表示 1988年 他是这个轮胎店的最佳销售员 看来这个世界的杰克 13年前没去伦敦发展 当晚杰克躺在窗上看电视 新闻播放的是那场价值千亿的并购消息 本该是他主导的事情 结果变成了他下属的功劳 正当杰克愚闷无比的时候 凯特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原来孩子们今天都提早上床睡觉了 他打算跟杰克好好享受一些二人世界 此时的杰克突然发现 现在的凯特依然向大学时期光彩照人 并且变得比之前更加成熟 更加性感 凯特听后打算送给他一个惊喜 快速地把自己又打扮回了大学时期的模样 可当他再次回到卧室 杰克已经睡着了 凯特没再打扰 而是温柔地为他盖好被子 送上轻轻一吻 随后便躺在床上睡下了 其实此时的杰克并没有睡去 看着如此深爱自己的妻子 他又感受到了如初恋时那般的爱意 此时不想回去的念头第一次显现 次日他们一起去逛商场的时候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杰克想要买一件贵点的西服 凯特看了看价格坚决不同意 两人也因此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 最后杰克选择了凯特蛋糕补偿的条件 回去的路上 杰克首先开口道歉 他只是不明白这个世界的自己 为何这么没出息 原来是因为意外怀上了女儿 为了孩子 他们才从纽约搬到了这里 也正是因为有杰克 老丈人的冷胎店才没有倒闭 凯特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充实 心情郁闷的杰克来到球馆打保龄球 没想到又遇到了那天派对主动的美女 介于上次他对自己的表现 杰克隐晦地问他 我们两人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 女人听到杰克的话 选择坦白了一切 实际上派对上的性感礼服 是专门穿给他看的 家里的六套雪地 他压根就用不上 两人的孩子在同一个舞蹈班 也是为了接近他 杰克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世界的自己竟有如此的魅力 美女主动地邀请他周末到家里去做作 因为那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杰克听后非常的兴奋 赶忙去找好友要美女家的地址 没想到却被好友一顿训斥 他难以置信 杰克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凯特可是让整个小镇男人 都垂涎三尺的人 他这么的棒 你居然不好好的珍惜 说完好友气愤地直接起身离去 听到好友的话 杰克才突然意识到 这件事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回到家 他发现自己特意留的蛋糕不见了 一扭头发现蛋糕就在凯特的面前 他故意当着杰克的面吃了一口 杰克想让凯特把蛋糕交出来 凯特坚决不肯 接着两人便因为一块蛋糕 在房间追逐了起来 最后他们追到了楼梯 并直接躺在了楼梯上 他们直接相互把蛋糕摸进了对方的嘴里 只是一块小小的蛋糕 就让杰克体会到了与爱人在一起的美好 这天他在书架上看到一本名为杰克唱歌的蝶片 他随手放进VCD便播放了起来 那天是凯特22岁的生日 杰克为他一盏歌后 杰克看着看着不仅湿润了眼眶 原来这个世界的他们是如此的相爱 这样真挚的爱情 是他在那个繁华的世界从未有过的事情 光是旁观一眼就让他沉浸其中心生向往 杰克再一次觉得 这个世界的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 次日睡梦中的二人被闹钟吵醒 因为今天该杰克照顾孩子 当他走出房间给孩子温奶喂奶的时候 凯特迅速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当他再次睡眼惺忪地回到卧室的时候 只见凯特正兴奋地拿着一个包裹 他迫不及待地要杰克把礼物拆开 那是一套高仿的那天杰克看上的名牌西装 虽然没有钱买真的 但假地穿在他的身上一样很帅气 原来他从不曾忘记杰克看上的东西 随后他兴奋地张开双手期待着杰克的礼物 原来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可杰克哪知道这个 他当然没有准备 看着妻子失落的神情 杰克的心好像也跟着被掏空 这是一件大事 杰克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好好补偿一下凯特 当得知这里的杰克还没带凯特进城消费过 杰克打算带凯特进城好好消费一番 当晚他带凯特来到纽约的高档餐厅 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虽然担心消费很高 但凯特还是抑制不住开心的情绪 杰克熟练地点了几个特色菜 还有一瓶昂贵的葡萄酒 凯特立马阻止 因为800块一瓶属是太贵了 杰克只好换成了两杯普通的葡萄酒 凯特很开心 但依然还没有原谅杰克 他起身邀请凯特一起跳舞 在这没有无耻的餐厅 他们的浪漫惹得众人羡慕不已 他们优雅自如沉浸其中 仿佛夜空里最亮的那颗心 一首舞结束后 两人边吃边聊 杰克也说出了长久以来心中的困惑 他已经不再羡慕之前的生活 但现在的生活 他说不出哪里好 也说不出哪里不好 而凯特也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我也曾想过 没嫁给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但这样就抹杀了最重要的东西 饭后两人来到柔和的酒店 他们相互缠绵爱意满满 杰克这才发现 曾经自己措施了许多东西 此后杰克开始满满地享受起了 现在的生活 女儿跑掉的小提琴声 也变得如此美妙 他不再挑剔 衣柜里衣服的廉价不聊 出门时更有爱人 务必热情的送别之吻 这一切都能让他自信满满地去店里卖轮胎 虽然想要回去的念头已经消失 但他仍然希望能让妻子孩子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天机会终于来了 他看到零一个世界的老板因为胞胎过来换轮胎 杰克赶忙走上前大扇 他直接指出那场1200亿的并购案 如果让他操作的话至少会是1300亿 并直面说出了公司目前的缺陷和危机 老板临走前递给他一张名片 并要求他亲自把车子送过去 几天后杰克把车子开到了楼下 把钥匙交给接待的感觉又重现了 这是一次能让他重回巅峰的好机会 面试的时候杰克表现得非常强势 在领一个世界他对两人的了解 让他表现得胸有成竹 他甚至表示只要能进入这家公司 他愿意从最底层的员工做起 如此有才华又如此谦逊的行为 让老板大为震撼 立马送了他一套豪债作为公司的福利住房 当晚杰克带着凯特参观新的公寓 希望一家人全都搬到这里 并且在这里孩子会有更好的教育 然而凯特不但没有想象中的欣喜 还埋怨杰克不该自作主张 擅自让一家人搬离那个温馨的家 当初就是为了孩子才搬去的乡下 如今怎么能再搬回来呢 杰克听后打算退一步 不来这里住也可以 我每天开车来上班即可 然而凯特听后依然不愿意 来这里上班 每天通勤最少要三个小时 那样你就更没有时间陪伴家庭了 杰克十分不解 他质问凯特 为什么不想要人人羡慕的生活 然而凯特却说 妻子的反应让杰克使料不及 他在此面临了和13年前一样的选择 就在他考虑该如何平衡着 之间的利益关系时 他发现了一个票根 那是一张伦敦飞纽约的机票 原来这个世界的自己 当年第二天就飞了回来 这时凯特主动走过来说 你回来那天对我无比惊喜 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我已经认真考虑了你的决定 我承认自己很喜欢乡下的生活 甚至对于人生的规划都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追求一番事业 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带上孩子去陪你一起 妻子的话让杰克的内心无为杂陈 此时的他也终于明白 真正的生活并不是要多少人羡慕 而是一家人能够幸福地在一起 次日的早上凯特起床后发现 杰克正在院子中与孩子玩耍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留在家人的身边 凯特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天晚上他发现仓库的溶血盐快要见底了 而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自行车铃声 他转头发现还好是自己的女儿 然而杰克依然还是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来到杂货店发现一袋研剧员要4.99元 就在结账时他看到了那的熟悉的黑人小哥 小哥告诉他是时候该回去了 然而此时的杰克却不打算回去了 小哥一脸认真的告诉他体验本来就是暂时的 杰克没有再理会他而是快速离开了这里 他要赶回去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虽然非常的无奈 但他知道自己迟早都会离开 他温柔抚摸了熟睡的儿子 亲吻了可爱的女儿 双眼中充满了不舍和慈爱 随后他来到温柔的妻子的跟前 他希望凯特能够记住他现在的样子 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 凯特虽然一脸的莫名其妙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随后他再一次到户外遛狗 此时外面又下起了平安夜那晚一样的雪 杰克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回到家他坐在卧室的沙发 就这样看着床上熟睡的凯特 硬是坚持了一夜都没有合眼 他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困意来席他挡都挡不住 就这样杰克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回到了空荡荡的房间 自己再次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既没有了孩子的吵闹 也没有了妻子的温暖 他一路驱车来到那个乡下温馨的家 想试着找回曾经的一切 这墙砖还是那熟悉的感觉 然而开门的却是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并且他口中的凯特也并不住在这里 回去的途中 他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原来是那个1200亿的并购案出了问题 杰克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打算坐飞机去找那企业的老板当面谈一谈 然而此时他却变得身心俱疲 曾经那个精力充沛的家伙消失不见了 他终于通过关系找到了凯特现在的住址 杰克来到楼上 正好遇到了正在搬家的凯特 这个世界的凯特同样事业有成 并且没有结婚 他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正准备搬去巴黎 杰克想请他喝杯咖啡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凯特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委婉地拒绝了喝咖啡的邀请 以后你有机会到巴黎再说吧 接着他把一个装着旧东西的箱子递给了他 杰克也没再强求 或许有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手 前往机场谈判并购案的路上 杰克却让司机掉了头 回到家打开箱子里面全都是他13年前的东西 这一刻他决定抛下所有 无论结果如何也要为自己争取一次 他开上跑车一路狂飙直奔机场 这一次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再错过了 他一路肥奔终于见到了准备安检的凯特 他大声地呼喊对方 听到杰克的呼喊凯特慢慢地走了过来 但他以为杰克只是一时心潮在起 毕竟两人的故事都已经结束13年了 再简单地安慰了杰克几句后 凯特便要重新回到队伍 看着心爱之人正渐渐离自己远去 杰克有些气馁难道就这样让一切都结束吗 最后他鼓起勇气说出了平行世界里他们的故事 或许是他口中那些不切实际的荒唐故事 让他想起了13年前的点点滴滴 又或许那故事正是他曾经想要的东西 也许是被杰克的话深深打动 也许是另一个世界的点点触碰 也许凯特一直单身 也是因为曾经的感情 他最终没有坐上去巴黎的飞机 两人再一次在这个飘散着雪花的夜里重新开始 举家男人室友布莱特·拉特纳指导 尼古拉斯·凯奇和蒂亚里·欧尼主演 上映于2000年的奇幻家庭电影 有多少人在喧哗物质的背后麻木茫然 有多少人在平淡生活的间隙后悔神伤 有多少人相比较起清晨儿女熟睡中的笑容 更愿意享受上万元西服800美元一瓶的红酒 和高档法国餐厅带来的快感 又有多少人面对豪宅名车美女珠宝 却宁愿做一个普通的公私之人 沉浸于儿女绕席的天伦之乐 满足于跟爱人一起变老的平淡幸福 有多少人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 可以想当当地说不后悔 可以不屑提及假如如果这样的词汇 大多数时候 显赫的我们只埋头只醉精迷装腔作势 平庸的我们忙于满腹牢骚安喻现状 单身的我们羡慕出双入队 结婚的我们苦于七年治养 健康的我们想要受骨灵循 衰老的我们渴望青春重回 物质的我们想要煤七赫子手握卷轴退隐山林 清贫的我们想要一夜暴富 已经消到夫道夫道 可是有多少个我们是在真心实意的天长地久的 热爱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有的选更多时候没的选 平凡人的生活本来便是无奈多 这样的电影主题又致点生命真谛的意思 这不是一部关于选择的电影 不是说是应该选择爱情还是事业之类的 而是一部关于可能性的电影 说窄点是一部给成功人士的电影 让取得世俗成功的人不要忘记经营家庭同时收获亲情 再说大一点就是让人保持谦逊 即便在志得意满的时刻也不忘留个后眼镜 保持一些卑微的精神 即便是对自己看不起的小人物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